大家好 今天 是4月11日 這是一個特備節目 因為我們星期日正常是休息的 但是 我覺得也是要有一兩節特備節目 錄出來給大家聽 因為 以往我們節目 很多時候都要比較 跟回那個時事 可能也有 話題是講漏了 我認為 趁著星期六日的時間 我們可能會補回一些之前我們想說的 又講漏了的話題 那麼這一節 我們要講一下最update的時候 就是 武漢肺炎 全世界已經有176萬人確診 在今天星期日的時間 死亡人數 超過10萬 美國是最嚴重的國家 因為確診人數 已經是 5、60萬 現在 整個俄漢俄州 就已經是 進入了 災難狀態 這是美國首次有州份處於災難狀態 這個也很嚴重 美國人死亡人數已經超過2萬 這個數字 應該是 超越911的死亡人數 甚至乎是 大過 日本偷襲珍珠港 對美國本土 對美國的領土 造成最大的打擊的人口死亡 老實說 如果以珍珠港 或者911來比 都是 一個 侵量 或者是一個戰爭狀態 另外他們的兄弟 以往的祖宗 現在變成契弟 那個叫英國 英國 都死了一萬人 大家 那個情況也知道 170多萬人感染 死了10萬人 以10萬人都是 以歐美的人為主 這個情況 是西方世界 幾乎是二戰之後最大規模的死亡 老實說 我認為已經是 這次 這個中共 武漢肺炎病毒 基本上 已經是對全世界 造成一個 很致命的打擊 另外也都驚醒了全世界 這個國家 所作所為 不要以為他們只是封鎖國內 他們 這個獨裁的政權 甚至乎是 令到全世界 都因為他的獨裁 受害 那麼說一下 其實這個武漢肺炎 中共是有十宗罪 一直以來 都是隱瞞 瞞報 將那些 事情淡化 企圖 蒙混過關 我們說一下他哪個十宗罪 第一 當知道有武漢肺炎的時候 中共政權宣稱 武漢肺炎不是沙士 不會人傳人 第二 有八個醫生提醒大家這個疫症非被尋常 要大家小心 就被人抓了去 尋人之時 到了一月初的這個大陸中央電視台 還說這些人是故意造謠 說 心懷不軌 別有用心 這樣 至於事後大家 都知道誰是心懷不軌 別有用心 第三 確定了會人傳人之後 中共竟然說 要大家放心 這個是有限度人傳人 可防可控 世衛撿了口水廟 這個是害死全世界十萬人的元兇 什麼叫可防可控 第四 當疫症一發不可收拾的時候 大規模人傳人 中共和世衛都叫大家放心 說國際社會 都不需要限制中國人入境 又說禁止中國人入境 必有用心反應過渡 這個 正正是 疫症大流行 全世界散播到 每一個人入境的原因 就是當時中國 只是武漢人逃往全世界 都跑了幾十萬人 第五 當美國專家說想入中國幫忙 以及了解實際情況 中共就拒絕了 延遲了國際社會防法 之後更加驅逐美國記者 以及不讓採訪 封鎖新聞 第六 當中國民怨死起 指責政款隱瞞的時候 中共就立法禁止中國人 吃野味習慣 這是一個轉移視線 第七 武漢肺炎 蔓延到美國 中共就改口了 跟著就說 美國 在這個 軍運會派人去到武漢播毒 是美國肺炎 跟著藍絲毛 就在大力地說 當然是美國傳啦 美國派了一個代表團 他們一塊獎牌都拿不到 在武漢這個軍運會 他們根本不是軍人 全心離波毒的 根本不是軍人 大家想想 美國的代表團去了中國 會不會一塊獎牌都拿不到 那些五毛的水準 弱智度呢 第八 武漢肺炎 蔓延到意大利 在那裏 累死萬幾日 然後 成為歐洲 當時蔓延到最強的國家 現在變成西班牙 中共就扭曲意大利科學家的說法 說疫症首先在意大利出現 但是 中共官方 以往 要做 武漢肺炎 全部都 改了名字 因為收買了世衛譚德塞 改了新冠肺炎 全世界 很多報紙 很多傳媒都改了名字 根本 他就想 撇清這個關係 第九 世界各國 大爆發的時候 死亡人數已經到了10萬 還有無數人面臨失業 中國打算以狗勢主義姿態 向各國出售口罩 還有這些篩選液 還有這些 檢測的 但是 他們的口罩 以及所有的醫療設備都被人 認為 不合格 完全不適合醫療作用 根本就是 似貨劣質貨 而且 他們把當年意大利 其實也不是當年 把今年年初意大利的歐洲國家 捐給中國的 醫療物資 拿回船 賣給意大利 賣給歐洲 好像黃恩浩蕩 全世界找不到一個敢無恥的國家 而且他們賣回他們自己生產的口罩 亦都貨不對版 那些叫做檢測劑 測試率 這個測試率 只能夠有三成準確 比股大勢還差 摘耗 也有50% 最後 這個 大陸 境內 確診個案不斷出現 但是他竟然說很多天有靈感染 說要解封 一直以來大陸的經濟受著 這個疫情 拖累基本上是 全部都停了 他是很心急想復工 但是 一復工 那些人一出來就會 再大規模爆發 現在 中共竟然說全世界欠中國一句感謝 這個 其實是一篇網上文章 我認為 可以將他寫成中共十宗罪 那麼中共的十宗罪 最嚴重的那個其實 應該是形容回到1940年代 這個中共提出的口號 叫做一黨獨裁 遍地是災 這次 這個 災不只是 中華大地一個遍地 是全世界都受災 由一個中共 將這個病毒 隱瞞 以至在全世界大流行 大蔓延 老實說 現在那個 美國的情況 是全世界最嚴重的 一個國家幾十萬人確診 只是紐約州 一個州已經等於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最強的那個 拋離地以為 那麼再這樣下去 其實美國 特朗普就很有信心 或者 因為他從來都是 這些人來的 都是說沒事的 老實說這個是 其實 最危險的一個訊號 因為當初特朗普不是 在說 中國在讚揚中國的疫情做得好 透明度高 現在反過來說 這個 其實他 他也是 是很大意 以及 也是很吊意興奮 因為特朗普一直以來 就覺得流感一年都殺幾萬人的啦 以前就當成是流感 變成 外國人有時看東西 跟我們中國人看東西不同 即是 我們看 人命很值錢 應該是 但是在美國社會 人命不值錢 因為 美國 每個都有槍械的話 我們看很多槍擊案 其實每天都有學生死的 死於槍械 但是美國 他的 民情跟我們不同 他們的人死 其實他們覺得很正常的人死 又或者 因為地方可能大 因為國家有三億人口 以及美國人也是坐牢 也是很正常的 坐牢當吃生菜 變成我們的價值觀跟他們的價值觀不同 在西方國家 英國可能人命值錢一點 但是 但是 美國人命好像看得很輕 這件事 其實是 我們比較 難以理解的 既然人命那麼不值錢 死幾萬人流感 10歲 即使是10萬人死在美國 或者特朗普打開口牌 就說死10至20萬人已經是覺得可以接受的了 因為這次沒有可避免 那麼這個情況 發展下去 其實是 對美國有利 還是對全世界哪個國家有利 都沒有 都是不理 如果不追究這件事 全世界 就比中共滾動 勢勢勢勢 所以這個 叫做 中共十中罪 我覺得 應該是 將力強化大力宣傳 這次時間差不多